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拿前面了 今天的话呢咱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三国战地群人攻撑罚无双马 这个第四剧情 阿甘佐这样的一个通关 之后呢咱们来看 这个位置呢我是捡齐了五把剑 然后呢配合上身上的这个衣服腰带 还有一个戒指 戒指的作用呢是增加小刀剧 之后呢剑呢是越多 然后呢攻击率越高是吧 之后呢咱们里呢扔个一片一把 跟上官员呢打得很难受 之后呢我手持的把这七星剑啊 把七星剑被一个毒剑加到一起 有高击的效果 然后呢七星剑在杀人之后呢可以抢血 有个吸血的效果 好 那这样呢这个装备基本介绍齐了 咱们呢继续来看 这个位置呢是一堆这个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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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精英固兵啊 我这里呢是扔掉了鞋子 所以说呢跑起来十分的慢 不过呢也不算太影响 反正呢我这个正常没有鞋子呢 也是玩习惯了 之后呢这个人物呢在视频的上部呢 已经把各个的这个招子呢 可能介绍差不多了啊 在拿完剑之后呢 这个人就是一堆塔一堂 手里拿这么大一把剑 不砍也说不过去了 OK 咱们这里呢接着卡 哎哪跑 不回来 是怎么跑呢 不回来 好卡死了 然后看看下一波兵 一堆老忍者吧 配合一个鲁毛 咱们呢扔一个莲花 这个莲花呢二次的效果 以及爆炸的效果呢 也是这个戒指索的这个付带的 最后呢又是一堆卡 谁给我一个飞碟 这还是个精英忍者 我还准备看出来 那咱们这里呢准备扔一个道具吧 扔一个毒气 这个毒气呢是追踪毒气 就往对面脚下起 这个呢也是戒指加成的一个效果 这个戒指呢强化所有的小道具 好那咱们呢把这个怪给拿下 然后呢继续看 下一波是大鲁加鲁布 直接卡就行了 好一同乱动 这个玩意呢 这个难度比较低啊 其实说呢也没什么太大的精华量了 我这就卡了呢 好那这样呢 砍死了大驴啊 还剩一个驴布 这个血呢基本上吸回来了 你看是吧 看看下一波 女兵配貂蝉 合理 就接着卡吧 我这里是换上了毒箭啊 因为这个毒箭呢 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效果 最后呢分出来到了8亿 还有一个加血啊 还讲运 这个游戏呢 每一分呢 就会加半碗血啊 这是分出了一个作用 所以说呢 我这里呢 也就不用青剑再吸了 然后呢 来一堆毒蛇 让咱这里呢 以毒制毒 没什么问题 最后呢 拼A拼A再拼A 以毒蛇拼A啊 这个人物呢 自从拿下这个毒箭以后呢 我就这么一路A不了的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招子 或者说呢 其他的招子呢 也不如这个拼A见效 然后呢 来了一个红的梦祸 继续 继续对 谁设我一剑 无所谓啊 不疼 不接着弹 过就完了 这位置呢 血量有点低了 咱们呢 直接是换这个青剑吸血啊 要不然这把小兵也摆瞎了 是吧 这把小兵呢 不拿他们吸血 拿去吸血 好 那这样呢 把一种小兵砍死 然后呢 就给这个梦祸 哎 过撕吧 哎 过撕吧 小兵 换回毒箭 接着控制 黄盖加迅球之 这里呢 咱扔一个让音吧 效果还凑合 最后呢 换红剑吸血 效果来 黄储 好 这里呢 吸满了 再次切毒箭 然后看看什么怪 这是三个boss 一个下后援 一个铝布 加一个四马一 那我这里呢 准备先用战斗机 把这个司马仪给他搞定 但是司马仪这个 好像不太怕 我在战斗机 再战斗机 时间要到了 然后这里开了个山海逼的必杀 之后呢 继续 还有这个六千鸡血 一个必杀 应该死了吧 我要死了 然后呢 下后援一个必杀也带走 这样呢 只剩一个单个的 之后我还想三段跳 结果呢 我发现 我好像不能三段跳 因为我把鞋子丢了 我在这一刻 我才明白 鞋子不光是加移住 还有三段跳的效果 之后呢 他开必杀 我就开必杀 我就跟他客气了 好 他又开必杀了 那我再开必杀 看到了 谁能开过谁 七百地雪 那我就准备个道具了 他如果再开必杀 好吧 这里他没开啊 咱们的技巧先走 这位置呢 还有五六秒钟 也不影响 再杀一钟的小匹 然后呢 还有四秒 来了 火死登场 那这样呢 时间也是刚刚好 是吧 这个游戏呢 最早的时候 比较耗时间器啊 那现在呢 已经不懂消耗时间器了 最后呢 这个地图呢 就是一个 无脑砍的环节了 这个气息电呢 是冰火电爆 哪个水分都会出 所以说呢 这里呢 砍左磁也是够用 然后呢 如果走 拿来是走电脑呢 就是往下走 下边呢 有一个暴徒剑的怪 但是呢 我这里呢 这次不准再走下了 我准备呢 往前走 那么呢 往前一路走呢 就来到了这儿 虚晃呢 顶低了魏严的位置 让这个曹操先跑 那曹操跑了 你怎么办去呢 你想过这个事吗 啊 没想过 好 那这样呢 咱们就把这个虚晃给撂了 虚晃将军已跪 OK 这个清灯 如果你有个人去剪一下 这个玩意是复活甲 建议呢 把这个戒指扔了 剪清灯 我这里呢 就是懒得剪了 OK 来到了路上小熊 咱们呢 就不看小兵环节了 因为这里呢 出现N多的兵 咱们呢 只看这个 带着boss的这批小兵 比如说这批 是吧 这个张辽 带着这个忍者兵登场 然后呢 我这里呢 选择了毒箭 之后我发现 这个毒箭 好像打不了张辽 待会就换七星剑吧 先把忍者A死 之后呢 这个独标啊 独标呢 也是不能打张辽 独箭也不能打 只有七星剑 能连这个张辽 别做都不行 所以说呢 咱们就换是七星剑 开始找机会 狂A 这下A上了 赶紧连这 那这样呢 独箱的要比贵了 OK 咱们呢 继续往前走 还有往前走不了 这还有一个孙权 我不知道这个孙权 那这样呢 利用起山的无敌 直接呢 骗了一个暴击 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吧 好 那咱们这里呢 这个利用这个 骗出来的暴击 和骗出来的引擎机 咱们呢 把这个孙权带走 好 换上毒箭 我先冲 前面呢 同样小病环境跳过 这里呢 是诸葛亮带着一个 这个水兵 白给 咱们这里呢 利用这个毒电 先给这个猪狗亮斩了 诶 这个猪狗还跟我俩 诶 好 咱们把猪狗亮斩杀 斩杀了这个量之后呢 来的猪狗将 我不知道来这玩意儿 对这个版本呢 就一点都不熟啊 任何的背板都没有 这里呢 我必杀空到一起 然后弄个毒气 那这样呢 就可以这个隐蔽了 一起晕 一起砍就完事了 诶 你看这吧 这是出多招了 出了个十字塔 控不住了 就再弄一个毒气 好 那这样呢 成功就把这个猪狗带走 然后呢 咱们接着往前走 前面呢 是一众的这个大驴啊 前面出了NP的小驴 这不得可以看了 没什么意思 这里呢 大驴死亡之后呢 会出这个大驴Boss 然后呢 一路呢 就是这个Boss接Boss的环节了 不过呢 对于咱们来讲呢 也是 木材环节 死一个出一个 死一个补一个 这样呢 就看到是吧 补了三个 嫂子 黄盖 陆迅 然后呢 魏延出门呢 给我一个飞碟 我成功用脸接住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 然后呢 把这个黄盖看倒 之后呢 又来了 这夏侯兄弟 夏侯兄弟杜岛 又来张聊了 防呢 防了呢 又来西楚了 杀不开钢灯场 就被敌了 又在背 陆迅活到了之后 然后是曹家兄弟 这陆迅还是有点杀能力 好 你给我死 OK 那这样呢 这个咱们把这个曹章 给他干一下 然后呢 换一个暴剑 应该是固定boss四马鱼 所以说呢 这里呢 我直接形成暴剑 暴剑以后呢 直接非凡击手 然后开始卡 四马鱼的第一阶线 所以说呢 三下五除二 两刀半 就被撂倒了 完全无视 他这个 其他的几个 这个小兵 然后呢 咱们继续 继续 再往前 剪个神仙笔吧 空一个场 因为前面是三个boss 是 孙权 刘备 辅佐这个曹操 做主boss 咱们来看 来了 曹操登场 这是二代的一个曹操 谁先屡出一个逼 不能继续连 我这里呢 调了一个命界 这里呢 故意中刘备一个风 躲孙权一个跳 你看是吧 然后呢 开始拼黑 再拼黑 再拼黑 跑路 之后呢 报个气 这里一定要报个气啊 就是无论是在这个 曹操死之前 或者是曹操的这个啥 反正尸体消失之前 你报一个气 这样会有第八关 要不然的话呢 没有第八关 直接就打五神了 好 那咱们一起来看 游戏的第八关 群魔乱舞 没错 这就是第八关的名字 第八关的整体流程 比较长啊 有着想玩呢 你就像我说的 报个气 有着不想玩的话呢 直接就不是报气啊 直接带有个中击boss 这里呢 就是多一段流程 再跳到中击boss 你打的中击boss 都是一样的 之后呢 对着这个陆续 进去的平活 最后换一个七星剑 看看来的什么怪 这是什么跟什么呀 这是李萌啊 李萌用了个雷公柱啊 这个店呢 是取自于 热销行的五神传说 里边的五神的 那个电视的技能 取自于那个 没什么威胁啊 因为这里呢 地图够大 李萌呢 本身也不是配合这个店 能搞出什么 多大风浪的这个boss 所以说呢 这个李萌呢 基本上还白给 然后呢 继续 这里所有的boss 都是强化的boss 咱们这里呢 往前走啊 调楼上机 我大致知道有啥 但是不确切知道有啥 这里呢 是一个马超 紧马超 咱们呢 用这个毒箭 就给它祸害死了 之后是黄盖 这是一个加强版的黄盖 这个轮一直有 就是边上那个葫芦 一直是存在 那这里呢 我A刀躲到葫芦 A刀躲到葫芦 你没招了吧 你看是吧 他有他的这个 战量技 对不对 我有我的过墙踢 咱给它踢死 之后呢 这是一个孙权 我们利用跑位 成功躲过了孙权的这个阵 然后呢 挑一个毒标 再躲过一个孙权的阵 直接必杀躲阵 然后呢 毒标被刺 这样呢 直接凭变着这个 毒标击手的毒箭 一次A 两次A 三次A 长冬带走 这个暴击的伤害还是够啊 然后孙权会爆一中加血 咱们呢 把斩血吃了 直接呢 往前走 如果缺气 你就减点水分啊 这个版本水分加气 你看是吧 成功的加气了 好 往前出发 两个驴 两头活驴 这个出门他拉顶 我不知道啊 要不然我高度就能上去 最后呢 我这里用的是这个轻轻剑啊 轻轻剑感觉 好像没有毒箭好处 不过的吸血 这会关这个 这个吸血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这里呢 继续停 OK 好 然后呢 那那我先看 这里呢 是两个孟阔 这位置呢 我是卡一个冰冰小表 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好输出的 然后呢 孟阔这里呢 召唤了一个火车 退火车 之后接着输出 好 黄卡就行了 没什么其他的难住 哎哎哎 你跟我防 我也防 跟我防 他这里好像防御之后 就会招火车 他就火车堆我脸上了 这个车都开我脸上了 这里呢 是准备呢 是能够让人家起走啊 他再防一次 注意火车 我就没了 就是说呢 别给他这个机会了 然后呢 换一个金钱 准备期待血吧 没有血了 往前冲啊 看看前面什么怪物 哎 小胖家上火车 我本来的原意 是想读一下的 读一下起手 我拿冰吸血 后来呢 发现这个冰都不是听用冰啊 就是 呃 一下就死了 然后呢 这里有个吊蚕大妹子 他给我来两个小猩猩 这是爱上我了 那咱得躲一躲啊 好 那这样呢 躲过吊蚕的小猩猩 开始轮了啊 这里呢 主要是平A 开小冰沙血 这很关键 然后呢 再给吊蚕大妹子 顺手打死 OK搞定 然后看看下一步啊 这个真屡目了 这里呢 他开必杀 我能让你躲一下 没什么问题 之后呢 他给我一个雷电术 我这里呢 边走边调道具 直接一发独标命中 然后呢 用这个轻轻剑也能砍死 不见轻轻剑都一样 这样呢 轻轻剑卡死吕布啊 过关的血呢 也就满了 不用轻轻剑卡死也满了 因为吕布爆加血 好 那咱们呢 吃完加血往前走 来看下一个地图 下一个地图呢 到了这个竹林啊 出场呢 是一堆这个推甲兵啊 我这里是懒得轻了 直接选了一个这样一 然后这个魏严 我也不知道他会场 我也不需要知道他会场 我就砍他就行了 李瑞哪招哪招 我就得一招 对吧 好 那这样呢 带走了魏严 这帮弓箭手呢 就不消多说了 挺砍弃的了 这个黄总好像有点糟食 给我来个离广射狗 哎呦 这必杀 这黄总行啊 好吧 这一刻我发现啊 这个黄总是百分之百房 最后对他独中呢 是破防了 是破防了 我发现这个boss是百分之百房率 然后呢 这个马车 马车咱们干得一干 这个马车也是百分之百房率 他这里给了我一个4加A 直接给我打死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图的boss呢 应该都是百分之百的房率 所以说咱们愣一度标吧 你看是吧 这也是 新赶物出来了 百分之百房率 然后往前走 看看前面有个什么怪物 前面这里呢 是二哥 二哥也防御 看见了吧 所以说呢 这个地图的怪呢 都会防 那咱们呢 就用点独标棋手 那看呢 存在小道具呢 在这关呢 还是比较必要的 或者说你暴气看也行 暴气看也行 这里张飞 我听过这也是百分之百房率 这里给一个必杀 然后呢 这个等张飞起来 对着屏幕里就砍 好像没放住 无所谓了 那咱就给他砍死了 那该赵云了 那想都不用想了 来个子龙 等你半天了 我还是子龙 这里呢 就是一个必杀清兵 然后呢 继续组组屏幕卡 他给我一个什么玩意啊 这是 又在屌啊 他又在给我打懵逼了 这招子我没见过 但是呢 我依然利用咱们的老招数 体身无敌 起身无敌 最后呢 这里没了啊 我以为还有这个后续的怪 没了那就好办了 这是谁啊 谁来了没看清 又是赵云 怎么有两个赵云呢 这是凤火流赵云 那没事了 那我理解了 好 那咱们这里呢 给凤火流赵云砍死了 好像还没有之前的恋 不知道为啥 这里是祝个亮 我的天 赶紧这个 来个杖金啊 他开必杀我也不知道啊 我知道我找杖金了 然后呢 这里打个追地 这位置我想追地之后 接砍 结果离得太远了 那么呢起身直接压制 我不知道会啥 反正就无脑砍了 这位置留被阿斗 就应该是比较不厉害的两位吧 我这位置呢 EAB 折到了对面的两个攻击 然后呢 用一个毒系统之间 输掉留被 开始攻砍 阿斗这位置只能看了 他这个脚有点短啊 走得非常慢 这走得也不慢呢 好 咱们吃一口加血啊 问题不大 你看是吧 我就说问题不大 那咱这样呢 直接把加血吃满了 啥问题都没有 然后呢 接着给他砍死 你看 真正的高手 输入问题不大 那问题就是不大 好 往前走 看看前面有啥怪 前面这里呢 是一个曹张 这个曹张的颜色 有点怪异 不知道他会啥 好像不会啥 咱们这里呢 直接用这个毒剑 给他定位了 那他就没了 毒剑定位 你给我死 这个我知道会啥 这个会全凭下血 你看我已经提前跳了 被迭啊 这个家伙全凭下血 他又不是第一优协 这小子好像 从出了以后啊 封在几个版本出了以后 他就一直不是第一优协 妈的这个小子挺诡异啊 这里呢 咱们来个必杀清兵 因为小兵是优先的 然后呢 打一个这个飞跌绿地 先把这个全凭怪 给他砍死 他比这个钢手还不优先啊 这挺弹疼 这位置呢 飞跌起手 直接摸 又摸钢手身上了 行啊 摸摸妹子吧 摸妹子也挺开心的 白让摸 谁不摸呀 这里又来一个全凭帮小姐 我这呢 用张力烈躲了一下 然后呢 赶紧摇个必杀 又来了一个虚晃将军 这位置呢 必杀起 这家伙还没死呢 四千多几血 再来个必杀 现在这家伙干死啊 让他全凭下去 这许晃没有全凭招 这好打 好像也有啊 无所谓了 许晃呢 给我了一个全凭的这个打地板 咱们用张力烈直接起手 张力烈精准定位弹BOSS 然后呢 给他带走 好 咱们呢 继续往前 看看前面的怪 哎 堆堆啊 这个堆堆的话 可以接受啊 这个堆堆呢 它也就是一个瞬移 不外乎瞬移 你看是吧 果然一手心一 那咱们呢 先把他的小兵给弹死了 之后呢 这张力烈起手啊 来不 来其他BOSS了 开BOSS吧 这里不好办了 这个下火源 他就一直用这个 无声响说啊 之后呢 等堆堆过来 这张力烈起手啊 那开始平坦 趁着这个 没有人保护他 这里呢 是赶紧开个BOSS 我不知道他的BOSS 能不能打中 我不确定 然后呢 再一个张力烈 成功点死了 堆堆啊 然后只剩一个下火源了 那就好办了 哎 还有蛇 又在危险啊 我以为只剩个堆堆了呢 然后呢 冷个雨天一吧 这地方没有别的办法 咱们的雨天一先杜倒一个 之后呢 上个司马 咱再杜倒一个啊 就轻易烈就够了 这边就能又来了一个张力烈 那正好了 我就雨天一不搬家 我能砍三个BOSS 一顿狂砍 六云天一 那把血量吸回来了吧 之后我的脸上 是不是一直有个电呢 我从我脸上好像就有个电 啊 这司马已经冷了 这个开个BOSS 电我一下 我不疼你气不气 再开个BOSS 好 我只可以再开个BOSS 再开 再开 你看我就说再开个BOSS吧 流这个气有啥用啊 事实证明 我就是个傻子 好 咱们把这个C 把这个C砍死了 挑个隐身一啊 看前面有啥 前面这里成日力 这飞碟 看这成日力会啥啊 这成日力直接被我发着了 那咱们开始砍他 不知道这成日力会啥 飞碟 这里来了一个出口 我也是全屏攻击 我的天 赶紧来给隐身一啊 我又在掌握北了 这里呢 以前应该怎么用啊 因为最后一个BOSS 有两把东西就搞定 好 那咱们呢 把宿舍的成日力 全不了道 OK搞定 之后呢 是牛加什么玩意 我没看见啊 加的是武神 这里有再开个密杀 然后呢 这个武神呢 我得准备一个飞碟亲手 这位置呢 躲了武神的一个攻击 直接平A破防了 那抓紧机会赶紧可以死 不要再给他机会了 脱死 死了之后来谁了 没怪了啊 来了大巧 这个大巧厉害啊 赶紧扰武神一啊 这个大巧得厉害 这个大巧呢 有各种各样的招子 还会跑 所以说呢 咱们武神一的之间 吃你也不给个机会 一般带走 这样的话呢 前面就是BOSS了 最终BOSS了 我剩了两个武神一 加五六七八个 这个 这个亏了娃娃 那手打把掐 好 咱们来看 这个终极BOSS 应该是里边最菜的吧 老哥自己 唯一的依靠是背后的头 但是呢 背后的头呢 这个他血量太低了 可能血量高能力 血量太低的情况下呢 在咱们这个杀伤力度下 你看到这个毒剑 毒剑好像不行 换个七星剑 你看到这个七星剑 这个攻击力的效果 七星剑不行 换个金剑吧 金剑好像伤害还不错 好像还行的样子 他怎么在空中变回来了 他娘子在逗我 好 咱们给他来个小兔兔 让他变成水龙月 地图赛跑 最后呢 咱们给他进去电 成功的砍倒 什么玩意儿电 我赶紧扔个隐身一样 背后出头了 不知道一下能不能电死 但是呢 能不戒闭 尽量别戒闭 好吧 那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 三国战技群雄争霸的无双版 这个阿甘佐的一个通关 也就给瑞瑞带到这了 就是一栋卡 是吧 我呢 是本期的解释游行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关注吧 那么呢 咱们也同学见 不见不散 拜拜